中国最牛的三位校长 第一位张鹏飞 视频中手拿麦克风大声喊着节奏的 就是倡导幸福教育的鬼步舞校长张鹏飞 他被国外媒体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校长 2019年张鹏飞带领西关小学的学生 课间跳鬼步舞的视频 点击率高达2.6个亿 半个月内红遍全球 他被称为鬼步舞校长 他为了避免孩子沉迷电子游戏 在课间带领全校师生跳鬼步舞 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又提高了身体素质 得到了家长的一致认可 中央电视台还专门为他录制了13分钟的专题节目 为了让孩子锻炼身体远离手机 张鹏飞自学了一个半月 体重瘦了10斤 在孩子们的心中 他不仅是校长 更是他们的舞蹈老师 第二位 吴志潘 他曾霸气地说过 如果你是北大人 见到老人摔倒 你就去服务 如果被讹诈 北大可以给你提供法律援助 给你撑腰 如果败诉 北大替你赔偿 做好事 不怕被讹 无论结果如何 都有校长为你做主 又如此仁爱的校长 是社会的福气呀 第三个 叶志平 他被网友称为最牛校长 自从当上校长 有了这个权利之后 叶志平想的第一件事 不是为自己 而是保证孩子的安全 并且引导学生做安全疏导训练 由于平时的演习次数比较多 在汶川大地震来临时 他创造了全校师生 仅用1分36秒 就全部疏散完成的记录 1分36秒 完成了他生命中最绚烂的时刻 他们培养祖国的栋梁 支撑起一代人的脊梁 希望祖国多些这样正能量的校长 不须会下来 没有 好